大哥 你腦袋咋的啦 哈喽 欢迎你们好 我是铝鱼 那么欢迎来到 That's not my neighbor 那不是我的邻居 我们要干什么呢 这次我们是门卫 是一个特殊的门卫 我们要去辨别 谁是真正的人类 而谁是伟人 都知道伟人会依荣术 他可以伪装成别人的样子 那么我作为制动公寓的门卫 要保证大家的安全 审查经过的每一个人 因为他们的伪装 总会出一些遗漏 或者小小的差错 你要找到这些细节 这是什么老电影吗 这是说明 这是滴滴滴 滴滴滴机构 如果你看到了这个电影 这时候意味着 你是我们大楼的新门卫 你的工作就是 审查所有想通过这里的人 所有人都知道 伟人可以伪装成别人的样子 但是并不是很完美 他们总会有些疏忽 会有些不同 你必须仔细地 审核核查 你的邻居们 并且记住 要仔细地检查 清单上的邻居 这就是我的办公室 我工作的地方 现在我要解释一下该怎么工作 这里是安全窗口 所有的人都会经过这里 我要在这里审核他们 右边的文件夹 有着每一个邻居的所有资料 每一个楼层的所有资料 这很棒啊 嗯 仔细检查一下这个 这个清单上面的 我可以利用这个单子来问他们问题 中间是他 他们给我递交资料的窗口 哇 我变成案件人员了 这是 开门锁门的地方 啊 我可以按按钮 这是紧急按钮 如果发现他是伟人 我就赶紧按钮 然后拨打3312 这就是我的电话 这就是滴滴滴组织的电话 哦 我可以用这个电话 跟任何人交流 嗯 你的工作真的非常重要 所以确保你做的对 OK 最后 给你介绍一下 我们的阅读最佳 员工 最佳门卫 Henry 哇 他干的真的很出色 他是唯一一个没有被伟人干掉的 就像Henry一样 我做得更好 这是滴滴滴公司 门卫的工作宣传片吗 哇 我现在已经做到我的工位上了 不不不不 你是刚做走入后市吗 欢迎来到这里 就像你刚才看到电影里的说明一样 你的工作就是检查每个邻居 哇 这是 这是提前登记的名单吗 确保都是这些名单的人进来 可能有的人不在名单里面 他有紧急情况 你也要去仔细核查 哦 我要确认ID卡 各种身份 我要验证他们的身份 还有年月日 出生日期 哦 今年是一九九 一九五年 祝你好运 你怎么走了 你去后市了吗 哈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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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嘴唇 你的嘴唇怎么这个样子 天呐 你确定你是真正的人类吗 我表示非常怀疑 先看一下他的证件 他叫安娜斯加加米奇 哇他是米奇 这是他的身份证号 等一下 他怎么是一八八五年 哎 等一下 他刚才跟我说 这是身份证的到期日期 他为什么是一八八五年 啊 我看一下 这是他的通行签证 他住在二层四号房 他的理由是我住在这儿 管他呢 我的公寓在二二楼的四号 啊 啊 二层四号房 这里有很多人的资料 学生 哇好详细 还有他妈外貌特征 看一下 疲倦的眼睛 两个马尾辫 小鼻子 圆圆的脸 哎有没有什么不同 有没有什么不同 好像没有什么不同啊 不过这个应该是 身份证的到期日期吧 这是什么 这是检查清单 哦 我可以觉得哪里不对劲 来问他问题 你的ID卡问一下 嗯 我的ID卡 我不觉得我的ID卡 哪里有问题 管他呢 对呀 管你呢 啊 快来啊 快来人啊 Oh my God 哦 又打3312 鬼人出现了 哦 不通了不通了 哦 哦 你正在联系 滴滴滴滴组织 一组特工正在前往你的建筑 嗯 请稍等 我们马上就去清理 快来帮忙 外面有怪物 这正在焚烧他们 清理完毕 天哪 你从后世回来了 你可以继续你的工作 我能看一些结果吗 你能让我看看你们工作的情景吗 我怎么判断我是对是错呀 天哪 你这个人 嘴怎么长得跟丁丁一样 天哪 你绝对不是人类 你看他身份证跟他都不一样 他外貌有问题 你看这个写的就是1966年 你看我就说这个应该是到期日 他外貌有问题 他是三层三号房的 确实是斯蒂芬罗德博士 他是一个飞行员 看一下 他大大的鼻子 带眼镜 短头发 小小的头吗 你的嘴是这么回事 问一下 你的嘴是怎么回事 外貌问题 死吧你 快来人了 发现怪物 没打通了 再打 请求支援 请求支援 滴滴滴组织快来 天哪 怎么这么多假的人类 我这才当门卫第一天哪 清理完毕 你看我是对的 他清理完毕 请继续我的工作 你能不能告诉我是对是错 或者给我看看你们的工作环境 你们是怎么工作的 我想看一看 你好 中午好女士 1978年 这绝对是到期日 789564525115 你是哪层的 785964 525115 身份证号码没问题 他是一名老师 等一下 清单里有你 等一下你的通行证怎么没拿 他没给我拿通行证 你的通行证去哪了 不好意思 我忘记了 你想什么了 这是他的通行证 三层一号 确实没有问题 看一下他外貌吧 外貌也没看出哪里有问题 天哪 你这个嘴唇好大 你真的是人类吗 我很怀疑 算了 走吧 应该是没有问题 终于 轻轻松松 下一位 他怎么走了 我门忘锁了 刚才那个 应该 楼里的人应该没问题吧 我觉得他们可以 可以克服的 他们应该也有武器 也许那个人就是眼睛里 不小心倒了墨水而已 对吧 我是最佳员工 看一下他ID 等一下 他这个身份证里面没戴帽子 身份证里面没戴帽子 他是一层一号房的住户 他眉帽是连起来的 然后戴着一顶帽子 证件照上都不能有帽子 对吗 那为啥旁边这位女士就能戴帽子 眉帽是连起来的 诶 等下他这边有个伤疤呀 伤疤能不能对上 伤疤也能对上 那看起来是没有问题的 诶 等他在不在通 诶 他不在名单里面 你为什么不在名单里面 你为什么不在名单里面 我今天不在名单里 我认为那是个错误 我应该在名单里 再看一下名单 哦 他在名单里 差一点就冤枉好人了 滚吧 记得锁门 你去迎接之前那位女士吧 oh my god 他在名单里面 哇 你的眼神怎么了 你是熬夜了吗 1964年到期 他是个牛奶工 他是送牛奶的吗 长鼻子瘦下巴 疲倦的眼睛 短头发戴帽子 他确实戴了顶帽子 我觉得没问题啊 走 哎 锁 别忘了锁呀 你为什么不自动锁 你好先生 你下巴怎么 怎么跟蛋蛋一样啊 名单里确实有你啊 1月2日 不是不是 1层2号房 1层2号房 等一下 1层2号 确实有他 14651298 对一下前8位就行了 14651298 应该是没问题 没问题啊 走 哇 为什么面对的这边墙壁都裂了 啊 是啊 是墙壁是裂的 你好 你怎么一个眼睛小 一个眼睛大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宇宙和其他的一切意义是什么 我怎么知道 我可以打中文吗 OK 回答错误 你神经病啊 他在名单里面 他不在名单里面 身份证1980到期 一层楼4号房 一层楼4号房 一层楼4号房怎么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人 不一样 这边的人置在左边 这边的人置在右边 哦 他俩是一个双胞胎 这里写了 双胞胎 长脖子 哎 但是他不在名单里啊 你不在名单里问一下他 你为什么不在名单里 哦 不在名单里是因为今天我有急事 真的假的 这我怎么确认呢 这我怎么确认 一层四号房 哎 等一下 一层四 哦 一层四号是有公寓电话的 我可以给公寓打电话 6996 包括去了 啊 我是要找他们确认一下 是吗 我的姐姐不在家 啊 所以说你是真的吗 啊 那你滚吧 哦 是这样吗 逐渐会了 啊 你有一个爽朗的微笑 忠我好 先生 嗯 清单里面 有你 哎 请出示通行证 请出示你的通行证 哦 我都忘记通行证了 在这里 哇 二层二号房 二层二号房 四五六九八五五一 四五六九八五五一 没有问题啊 外貌也没有问题 哇 你们 你们本身长得都好奇怪啊 走吧 哎 哎 哎 完了 那个人怎么脑 脑瓜 脑瓜子开瓢了 我忘关门了 可能那个人 刚出门做的手术吧 应该是 完了 完了 刚才那个是伟人 刚才那个不是人类 我给放进去了 这下糟糕了 他的话感觉一切都正常啊 但是他在不在名单里 他在不在 他不在名单里 我要询问一下 你为什么不在名单里 是因为你有急事 他们都是这个理由 我打电话确认一下 5123对吧 5123 我的老婆不在 我的老婆现在不在家 他回来了吗 他回来了吗 哎 等一下 接电话的就是这个人 接电话的是这个人呢 你是谁 给我死 哦 出事了 有有怪物 哇 差一点就被这个伟人骗了 哎 等一下我现在还能打开吗 哦 可以反悔的 啊 清理完毕 能让我看看现场图片吗 现场视频 你怎么清理的 哎 锁门了吧 哎 锁门 你的脸怎么了 哇 記不太好了 哈哈哈 天哪 ddd公司的员工 你们就不要离开我旁边了 就在旁边收尸就可以了 哇 这个伟人太垃圾了 他伪装束也伪装的太烂了 请你转发 清了满臂 天呐 你可以继续你的工作了 我可真谢谢你 你好 身份账给我 他确实在名单里面 长得也没有什么问题 走吧 哎哎哎锁门 啵啰啰啰咯啰啰咯 if you've been flying 咯啰啰 gib 不对啊刚才这人不是进来过了吗 他美貌怎么连一块了 啊 眉毛连一块 啰 dád 不对啊没有这个人 他也是牛奶工 他是几号房的 哎不对你出示一下通行证好吗 啵啰啰啰啰啰咯啰啰 t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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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层二号房 不对啊 外貌不对啊 我得确认一下 你是不是刚才偷偷出去了 你外貌怎么回事 我的外表有什么问题吗 你仔细看一下照片啊 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 死了你 清理完毕 还有谁啊 还有多少人 这什么鬼小丑给了我奖杯 你梦到过这个小丑吗 What 每天晚上全世界都有成千上百的人 梦到这个小丑 如果这个小丑出现在你的梦里 不要和他玩任何游戏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这应该是作者做的另一个游戏 打的广告吧 你不进来玩一下吗 你帮我收拾一些里面漏进去的怪物好吗 我不知道里面还有没有活人了 我开玩笑的 你长得有点太吓人了 他确实在这层里面 而且之前没来过 你这个嘴唇怎么都缺一块 天呐 真是性感 哎 那 1975年 日期没有问题 身份证1032680 过 你去帮我看看里面还有没有活人啊 我还在想那个脑袋开苗的进去 哦 我见没见过他呀 1985 之前那个假的死了 让我之前那个是假的 我给他看一眼 这个我让他出示一下通行证 通行证通行证 OK 非常棒 过 怎么又有一个牛奶沟 你们这个楼里面一共有几个牛奶沟 出示一下身份证 不对 看起来没有问题 那二三五五六九四一 二三五五六九四一 不对啊 他难道又出去了吗 这个我看着也没问题 这个我看着也没有任何问题 哪里有问题 他在清单里 之前我已经放进去一个了 你走吧 我不知道会有什么问题 反正符合要求我就让进了 哦没干你眼睛呢 你眼睛怎么没了 他不在名单里面 我今天不在 是因为我有紧急的任务 他们总是说有急事 哎 他昨天有一个痣 他有吗 啊他有痣 确认一下他不在名单的原因 我的丈夫不在家 他回来了吗 我的丈夫不在家 等一下 刚才是谁在说话呀 刚才是不是就是他在说话呀 我再播一下 接电话的就是他 那你是谁呀 太可怕了 刚才这个东西伪装的那么像 连痣都模仿出来了 但他不是真正的人类 太可怕了 这个地方 你好 长得外表也没有什么问题 你这个嘴唇 哇你这嘴唇真的 你不跟我说是嘴 我都以为他不是嘴呢 应该是可以的 应该没问题 等一下我看你ID卡的日期 没问题 走吧 发生什么了 我是不要 我放错人了吗 我为什么突然间死了 我让三个伪人进来了 等级是A 那你 我这次必须仔细检查 我还想看看他有多少花样的伪人 我那么仔细 等一下这次我完明白了 又来一位 他只是最后告诉你 成没成功 你的脖子上长了个什么东西 你长得太抽象了 他不在名单里 你为什么不在名单里 我该检查的 你抓住了我 他是说他暴露了吗 你的鼻子是茄子吗 你这伤疤都 一绒树伤疤都没弄好 都干左边去了 我的外貌有什么问题吗 我觉得 我一直都是这样的 大哥你脸怎么了 你又怎么还给了我个奖杯 四十二 四十二是什么意思 这是什么东西的答案吗 四十二 四十二是欢迎进家的暗语 欢迎来玩 这座公寓多亏有了我 他们才会感到安全 你怎么 你耳朵怎么了 我的耳朵 我为了听得更清楚 我把他们给拽开了 哦是吗 那欢迎进来 嘿嘿嘿 这里要变成我的收容锁了 你的脸上怎么都是虫子 怎么回事 嗯 他们不是虫子 是古物 哦是这样啊 那 可以上我们食堂供餐了 哈哈 欢迎来到公寓的食堂 你去参观他做菜吧 大哥你脑子咋的辣 你脑子 让人揍了 我昨天晚上睡得太晚了 这样啊 帮助一下你的睡眠 为什么 在这边 哎 对 咱咱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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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屠 咱屠 大哥你脖子呢 哇 大哥你脖子呢 超级叮叮怪 哎呦我的妈呀 这咋的了 大哥你演珠子怎么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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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是什么鬼东西这是脑子吗 脑子长眼睛了眼睛长脑子了 好吧那么今天就先玩到这里 这是什么鬼地方 这遇到伟人的概率也太大了吧 说不定伟人就会有什么奇怪的人类不一样的细节 好的那么别忘了点个顶订阅一下下期视频 我还会遇见你 记住保持维效 tomorrow everything will be fine